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那群人一窝蜂的想要冲过来 眼看着就要把江晓峰围拢住 但是此刻江晓峰一点不紧张 他继续淡定的看着罗娟母女 眼神之中透出一丝失望 原本这次谈判是次机会 但是现在来看却是撕破脸皮的时候 这时候叮叮咣咣一阵声响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那些人 猛然都捂着肚子一个个摔倒在地 先前凶神恶煞 如今却完全使不上力气 在老张的饭店里放肆 他们也想得出来 罗娟诧异的看着那群痛苦的帮手 再看看江晓峰那安然处置的目光 瞬间明白此刻才是真的出问题了 可是他依旧明白 只要江晓峰还在美国 那对面的这个人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小江 算我求求你别勉强了 就算你今天能跑出去 但是明天呢 后天呢 只要你在美国一天 他们随时有能力杀了你 我难道是第一天面对生死吗 嫂子 放心吧 咱们一定还会见面的 今天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这顿饭 不管你吃不吃 我都已经请了 看了看身后 江晓峰明白 自己如果再待下去 还是会出事 所以他拿上外套 立刻出门 门外 老张已经为他准备了一辆车 让他迅速的消失在饭店 那群人想要追踪江晓峰 怕是在饭店四周 无法下手了 刘盈盈第一时间 就知道了江晓峰逃脱了 而他派去的人 竟然都中毒了 这让刘盈盈很生气 江晓峰越是这样 他就越明白 绝对不能让这个男人跑了 饭店里的人没有得手 他立刻安排其他人 接近江晓峰 可是江晓峰既然明白 危险就在身边 他还能不想着退路吗 别忘了 人家可是来美国交流 学习的警察 这边有危险 他还不得赶紧去警察局报到啊 你刘盈盈胆子再大 难道真的敢当着美国警察的面 找江晓峰麻烦 所以江晓峰还是相对安全的 同时老张这边 因为有刘露露的关系 实际上也没啥大问题 唯一的麻烦就是 老张这事牵扯太深 他得找刘露露主动谈谈 先前他和江晓峰约定 一个主攻刘露露 一个主攻罗娟 目前罗娟撕破脸了 可是好歹罗娟承认了很多事情 加上老张啊 此前知道一些刘露露的情况 此刻他心里也是充满了焦躁 给刘露露打电话 让他过来之后 老张非常焦躁的在酒吧中走动 见到他的样子 刘露露没好气的说 你今天吃错药了 不是我吃错药了 是你大祸临头了 上楼再说吧 你要干什么呀 一向都是刘露露同意老张上楼 这才能行 今天老张啊 竟然抓着刘露露主动上去 这确实很少见 连楼下一贯起哄的人都在议论 今天老张难得爷们一回 上了二楼 老张砰的一下子把门关上 没等刘露露开口 就直接说 今天呢 你姐姐要杀人 你瞎说什么呀 别以为你知道我点事情 就胡乱评论 我可告诉你 我和你的事情 是我们的事情 别扯到我姐姐身上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 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那好 我告诉你 那天来你这偷东西的人 不是当地的小偷 而是国内来的警察 至于是什么地方来的 你想想就明白了 什么 难怪我觉得我书房里的东西被挪动了 幸好那没什么重要的文件 只是我那些账单和银行卡号 如果顺藤摸瓜还是能查到一些 混蛋 是我太大意了 我就不该把这些东西随便放置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不随便放东西的事情 露露听我一句劝 你该和国内断绝联系了 如今他们既然派人来美国查你们 意味着国内实际上已经在收网了 虽然两国没有引渡条约 但是你很清楚 跨国秘密抓捕犯人 如今对于一些大国来说 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想你出事 行了行了 一个大男人在这儿哀嚎什么呀 刘露露仔细想想老张的话 差不多也明白今天发生了什么 刘盈盈的确没把罗卷的事情告诉她 可是刘露露能参与其中 并且发挥很大作用 肯定意味着这个女人脑子清楚 那个人跑掉了 如果没跑掉 那才是真的出事了 为什么你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哦 好你个张才胜 是你把那个人放跑的吧 你胆子可真大呀 你真以为你当过雇佣兵 在这儿有些名望就什么人都敢惹呀 我可告诉你 怕是最后连我都保不了你 老张张红了脸说 你住嘴 我老张啊 从来不用女人保护 我只想保护我的女人 刘露露 你给我听好了 那个罗娟 已经跟江晓峰承认了很多事情 原本想着杀人灭口一了百了 但是现在 那个江晓峰有美国警察的保护 你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等到他一回国 直接收网 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听我的话 主动和江晓峰接触交代问题 那小子欠我人情 一定会给我一个面子 好好帮你的 你才住嘴呢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给我和我姐姐添乱 刘露露满心烦躁 立刻给姐姐打去电话 在核实一些情况之后 他确定江晓峰的确跑了 而且罗娟在饭桌上 也的确承认了一些事情 但是好就好在 罗娟并没有把很多人的名字 说出来 江晓峰现在只是确定 江峰的确是黑警 而某人通过刘露露 给江峰一家提供在美国的开销 除此之外 这事和刘盈盈 也有密切的关系 你个蠢货 这下子让我和姐姐彻底难办了 对于你们来说难办 但是对于国内那些人来说 一点不难办 你们只是棋子 他们只要舍弃你们 他们就彻底安全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执迷不悟 难道那个图飞扬 真能保你一辈子 你别傻了 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我没跟你提过呀 刘露露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会儿啊 满脸通红 实际上在洗手间 江晓峰就给老张交代过 如果不行 就拿图飞扬试探刘露露 毕竟这个人名 是许家祺搜索分析出来的 应该有些把握 而现在看刘露露反应 毫无疑问 这次试探呢 走笑了 也就是说 国内和你有关系的那个男人 真的叫图飞扬 张财胜 你竟然设计套我的话 你混蛋 刘露露本身听到这名字就有些火 于是把这火呀 只好撒在老张头上 这小拳头 哪能把老张打疼呢 任凭女人捣鼓几拳之后 老张一把抓住手腕 这么多年过去了 难道你还爱着他呀 不可能 你现在只是需要他的钱 可是你想过没有 他出事了 你还能有钱吗 到时候你跟他一起去坐牢 又或者你在美国没有了资金来源 还得天天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们已经查到了图飞扬 那他们还查到了谁 你知道吗 这番逼问 让刘露露的确担忧了 先是江峰 被江小峰直言 就是黑警 接着刘盈盈和刘露露 这对姐妹彻底暴露 再之后 连图飞扬这个人名都出来了 如果说国内那些警察 不清楚置换剂毒品犯罪网络 那绝对是在扯淡和自欺欺人了 以前有些人被收买了 可是江小峰不可能被收买 他已经拒绝了罗娟 捂着额头 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他的确有些纠结了 正如他那天晚上所说的 等他老了 他只想有个爱他的人 陪着他过日子就行了 他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如果将来变成一个彻底可怜的 孤单老太婆 那样的日子 他不敢去想 和他姐姐敢于狠心不同 刘露露就是因为很不下心 才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露露 虽然我没什么大钱 但是养你一辈子足够了 这些年呢 你我虽然不是以夫妻之名 却以夫妻相处彼此关心 我不会害你的 但是那些人却会害你啊 卸磨杀驴的事情难道你还见得少吗 你和你姐姐都已经暴露了 罗娟一家也承认了他们做的一切 这个时候国内那些人想要撇清关系 最好的手段是什么 他们会冒险去杀警察 或者是某些领导吗 你傻呀 怎么可能呢 首先抛弃的 一定是你啊 你 你个笨蛋 那一声笨蛋 喊得心疼 竟然把刘露露的心 喊得更软了 我得保护我的姐姐 这些年要不是她 我早就被国内那些人抛弃了 所以我要和姐姐共进退 可是你姐姐的脾性你应该很清楚 她并不是能轻易妥协的 所以如果你能先将一些问题说清楚 到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帮助你姐姐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那个江晓峰啊 虽然我和他刚刚认识 但是看他的脾性 很有江湖义气 他欠我人情 必然会想办法帮助你们姐妹 露露 别逞强了 别硬扛了 其实我看得出来 这些年 你也想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难道不是吗 刘露露听老张说完之后说 我想过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我一直在过正常的生活 他看着面前的这个老男人呢 不禁有些感伤 当年他也算风华绝代 引来无数男人为他折腰 那些男人为他大把花钱 争破头的 想要和他吃饭 看电影 当然到了最后 无外乎 还是想要和他上床 那时候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年轻 再后来他知道 他要为年轻的轻狂 付出代价了 我可以和那个江晓峰谈谈 但是他得保证 我和姐姐将来都得没事 既然已经松口了 老张肯定开心 他拍着胸铺说 我跟你一起去见江晓峰 他要是敢不答应 我凝断他的脑袋 得了吧 就凭你啊 年轻的时候可以 但现在这岁数还逞强呢 刘露露说自己去洗手间 让老张呢 想办法和江晓峰沟通 他打算去见一面 这话是老张最想听到的 他多年期待就要成真了 然而他只想着对他有利的 却忽略了刘露露心中的担忧 这时候刘露露必然要和他姐姐共进退 所以在洗手间的时候 他已经给刘盈盈打去了电话 这一通电话里啊 姐妹俩非常平静 刘盈盈得知刘露露 想要去见见江晓峰之后 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你要想好了 姐姐 我已经想好了 这些年呢 咱们该为自己考虑退路了 国内的情况 我们毕竟不是非常了解 这时候 如果能从江晓峰那儿 得到另一条道路 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很差的选择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阻止你 你可以去试探江晓峰的口风 看他能给我们什么退路 挂了电话之后 刘盈盈看着旁边坐着的罗娟母女 这俩人呢 从饭店出来之后直奔这边 想要听听刘盈盈的看法 如今还能有什么看法啊 江晓峰的态度是什么 那是要把所有和H省地下智患剂毒品案相关的人 全部揪出来 你是说 那个老邱跟他是生死之交 他必须要为那个老邱报仇吗 罗娟点了点头说 江晓峰啊 和老邱的关系非常好 可以说 要是没有老邱 江晓峰啊 都死过两回了 所以当老邱死后 江晓峰一度沉沦 他现在卯着劲的去查这个案子 就是要给老邱一个交代 哼 所以说 江晓峰不管如何 也不会妥协了 我这个傻妹妹啊 事到如今还在心软 只是你心软 别人可不心软呢 这个江晓峰 胆子的确够大 在饭店里竟然不动声色的摆脱了我的人 不过这回他应该没那么好命了 既然想要和我妹妹单独接触 哼 这是他自投罗网 刘盈盈 怎么可能放过江晓峰呢 他比他妹妹心狠多了 利用刘露露引出江晓峰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老张在和江晓峰沟通之后 约定了见面地点 就连夜开车前往 在电话之中 老张再次叮嘱江晓峰 要想让刘露露妥协 必须自己先妥协 江晓峰口头上先答应着 至于之后的怎么办 那自然有商量的余地 双方约定的见面地点 是在一家汽车旅馆 江晓峰开好房间 等着俩人前来 见到老张乐呵呵的进了屋 江晓峰一脸平静 因为他知道 今天晚上势必不会非常顺利 他示意了一下 等到刘露露进了屋子之后 让老张先出去 本来老张呢 是不想走的 但是刘露露眼睛一瞪 只好乖乖走人 刘露露开门见山 现在你想问我什么 江晓峰猛的一把 抓住刘露露的手腕 来到窗户旁边之后 示意外面跟过来的汽车 他跟刘露露说 你带过来的 我带过来的 怎么可能呢 我和老张来的 没叫其他人 那你是不是给你姐姐打电话了 这一问 让刘露露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江晓峰也就明白了 他头一摆 立刻说 如果我真出事了 那你和你姐姐 才真的没有退路了 现在跟我走 只要今天晚上我没出事 我才有机会 保住你和你姐姐 那老张怎么办 这个呀 你不用担心 你姐姐不会为难他的 老张有雇佣兵历史 他清楚什么形势 选择在汽车旅馆 是非常明智的 江晓峰早就猜到 今晚的会面 不会太平 所以他选择的房间 实则是可以从后面的窗户离开的 趁着夜色 江晓峰拉着刘露露 迅速窜入汽车旅馆后面的草丛里 随后一路狂奔 上了公路 江晓峰随手招了一辆车子 直奔第二个去处 而到了那儿 竟然房间也已经开好了 你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应该是兔子才对吧 狡兔三窟嘛 江晓峰把窗户打开 看了看周边的情况 他选择的地方 都是可以随时逃离的 记住 暂时不要接老张的电话 而且我也相信 老张不会轻易的打你电话 如果是其他人呢 还不好说 可是老张经历过战争 清楚这种撤退 是绝对不能给对方 继续追击下去的机会的 所以他既要断后 也要给这些人错误的方向 江晓峰相信老张绝对可以做到 他完全可以为江晓峰和刘露露 争取时间 看来你姐姐想法跟你不一样 他是打算和国内警方死扛到底了 但是刘露露女士 我既然来到美国 而且查到了你们 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收网 留给你和你姐姐的时间其实不多 该怎么做 全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还能怎么表现 我答应来找你 自然是想和你说些事情 但是没想到 姐姐利用了我 江警官 如果我愿意把问题交代清楚 那今晚的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算在我姐姐的头上呢 今天晚上的事情 国内并不知道 美国警方也并不知道 如果我没事 你也没事 你姐姐也没事 自然什么也没发生 难道不是吗 好的 我听说过江警官的事迹 现在听你这句话 果然和传说不假 老张说你欠他一个人情 我相信你不会害我和姐姐的 你怀疑我给江峰一家人提供黑钱 这点是没错的 除了江峰一家 其他一些人员在美国 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家属和亲朋 也都是由我给他们提供资金的 而我肯定不是他们的背后金主 我只是替国内的一个人转手 而那个人 相信你也已经知道了 如果不然 老张也不会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名字 涂飞扬 你应该跟他有过不少过往吧 过往这个词用得很好 对 我跟他根本算不上爱情 只是那么点破事罢了 刘露露原本不想抽烟 但是情绪呢 有些感伤 那模样 确实需要一根烟 来稍稍抚平 江峰抽出两根烟 一人一根 伴随着缭绕的烟雾 听着这个女人往昔的故事 那时候啊 刘露露是刘庆毅总裁办员工 刘庆毅的公司呢 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所以刘庆毅经常会出去应酬 总裁办中长得漂亮的女生啊 就经常会被刘庆毅带出去 用刘露露自己的话说 当时整个公司 她都算长得漂亮的 至于在总裁办里 更是一朵花了 而也是因为刘露露 被刘庆毅带了出去 结果被图飞扬看上了 那时候的图飞扬和刘庆毅 关系正在建立 两个人在各个领域都有互补 刘庆毅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有些呢 不好亲自出面 都会让图飞扬帮他摆平 所以刘露露等于是刘庆毅送给图飞扬 用于加深彼此关联的 刘露露被很多男人追求过 而他最终被图飞扬吸引 也能证明这个男人确实有些魅力 有钱 有兄弟 出手大方 在起初啊 更是非常宠着刘露露 就这样 刘露露也甘心情愿的 为图飞扬奉献一切 包括一次又一次的 为他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我不能生育 全是他害的 结果没想到多年之后 图飞扬抱着其他女人 却再也不想着 对我身体做了些什么 要说我不恨他 自然不可能 但是因为我一直依赖他 所以我又不敢过分地恨他 再后来 他让我帮他做些事情 就也答应送我来美国 就这样 我也淡化了和他的过往 随他去吧 所以你清楚图飞扬在国内 做了一些不法生意 他让我给一些人送钱 我就能猜到 他的生意见不得光 再后来 我知道他贩毒 而也是那时候我害怕了 因为我明白 贩毒的人都是心狠手辣 我真怕他杀了我 你能不能把你送过钱的人员名单 都写下来呢 我可以写 但是这也是我在警方那里 保命的筹码 我答应你 这些名单足以保证你将来 可以继续留在美国 那我姐姐呢 取决于接下来 你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 还有就是你姐姐会不会继续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这是一场交易 也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江晓峰和刘露露都在为彼此争取最大的利益 而当刘露露最终把人员名单写下来的时候 意味着这场心理战中 他们两人都已经是胜利者 看着这份名单 江晓峰心潮澎湃 虽然有些人的名字 并不能马上推测出 其背后代表着谁 比如一些情妇 还不清楚他的男人是谁 但是有了这些名字 迟早会把背后的人都揪出来 除了这些名单 你还知道图飞扬的哪些事情呢 刘露露跟江晓峰说 在我出国之前 图飞扬在H省 有自己的代理商 这些代理商帮他处理毒品 和其他的不正当生意 很多时候呢 都不用他亲自出面 他只需要把关节打通就行了 这些打通关节 就包括和一些黑警 还有一些官员的接触 我并没有直接跟随他 去接触这些核心人士 但是我知道 那些人在这些年 应该都没有垮台 在图飞扬的操作下 那些人反而通过不接触 而间接抱团 形成了在H省的 一股特殊的政治势力 听完刘露露的描述 江晓峰神情忧郁 没想到H省的官场 竟然还存在这股特殊的力量 这些抱团者 或许不知道彼此背后 共同有一个图飞扬 但是在图飞扬的安排下 他们彼此进行一些特殊的利益交换 从而让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有些人喜欢钱 那图飞扬就安排他赚钱 有些人喜欢女人 那图飞扬就把一个个美女 通过各种手段送出去 有些人喜欢升官 那图飞扬就把他们仕途中 遇到的困难一个个搞定 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通过一张网 他寻求众多人的协助 则可以把一个个看似困难的问题 简单化 所以你并不知道图飞扬的官员网络 你只知道你需要给谁送钱 如果你是走图飞扬这条线 那你姐姐应该走的就是官场那条线吧 你姐姐背后的男人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我姐姐肚子大了之后 我才意识到她真的怀孕了 可是她从来不告诉我 那个男人是谁 我能隐隐感觉到 那个男人很有地位 我姐姐当初坐牢 或许就和她有关 我查过你姐姐当初坐牢的原因 是因为贪污 我也让人查过 这中间应该没什么特别的背景 如果你姐姐背后的男人 非常有权利 不至于因为这种事情 让你姐姐坐牢啊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我姐姐出狱后 在国内待了不到一年 就来到了美国 我还是来美国投奔的她呢 那你姐姐的孩子呢 现在也在美国 大学毕业之后 就去了大公司 如今混得相当不错 我真羡慕我姐姐 以后可以有她孩子陪着她 刘露露说着 刘盈盈母女的情况 从这方面 江孝丰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 可是从另一方面 江孝丰意识到一个问题 有些官员的私生子在国外 这些私生子或许会牵扯到其他问题 江孝丰再次看着 刚才刘露露写下的那份名单 这份名单呢 必须要仔细研究 他也注意到 这份名单里 有一个相对熟悉的名字 安宜君 这个安宜君是谁啊 如果没记错 是一个官员的二奶 这个官员是谁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负责给他转账 他差不多多大岁数呢 现在也才不到三十吧 那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 又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家庭成员呢 我和他接触不多 所以不了解 但是我姐姐倒是和他来往密切 他有时候经常去安宜君那儿度周末 刘盈盈走的是上层官员路线 那这个安宜君想必也是这个路线 江孝丰一直觉得安宜容背景复杂 如今呢 又得到安宜君这条线 他有必要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 我还想知道一些刘庆毅的情况 这个人难道真的没问题吗 做生意做那么大 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但是刘庆毅非常聪明 很多时候不会自己出面 正如我前面说的 当年他让图飞扬出头 而等他声明确起 生意做大之后 更是可以让一些官员为他铺路 用他以前的话来说 就是双赢 那你知不知道 刘庆毅和那些官员来往密切呢 江晓峰把纸笔再次递了过去 刘露露所能提供的 只能是他身为总裁办员工时接触的人 其他的一无所知 但是仅凭那些人 也能挖出一大堆问题了 或许啊 是因为这些年 在美国的确想通了 也的确意识到 要为自己找好退路 所以刘露露说的话非常坦诚 当然江晓峰也得把这些消息核实了 目前来看 刘露露算是彻底打开了一扇门 这扇门里 躲在黑暗中的一些人 已经慢慢浮现出来 这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果然不是老张的 刘露露示意 是他自己的姐姐打给他的 江晓峰摇了摇头说 老张是个聪明人 知道分寸 所以他死活没有打你电话 但是你姐姐从老张那儿得不到什么 只能自己出面了 你先不用理会 等我们把问题问完了 我会想办法和你姐姐接触 你要去见我姐姐 江警官最好不要 我姐姐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你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很满意你今天的配合 我会把你做的贡献写进后期的报告里 你放心吧 我们国内警方会根据你提供的情况 对你进行评估 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如今有了刘露露这条明线 加上宣北市那几条暗线 明暗结合破暗 看来旨在朝夕了 但是江晓峰在美国闹得那么大 的确也让他自身充满了危险 刘盈盈没有成功下手 可是还有人盯着江晓峰 他们也会伺机而动 在江晓峰躲开刘盈盈人员跟踪之后 其实又有一队人马摸到了江晓峰的 第二个汽车旅馆房间 江晓峰的注意力都在刘露露这边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留意到 自己和刘露露被人锁定了 直到碰的一声 子弹几乎擦着江晓峰的左脸而去 他这才惊出一身冷汗 真危险 刚才如果江晓峰坐着不动 他就已经交代了 而恰好在枪手射出子弹的同时 刘露露因为有些话语不清 江晓峰凑近了一点 这一凑近救了他一命 他赶紧抓住刘露露 躲在掩体后面 通过子弹的方向 江晓峰第一时间判断出 对方所处的方位 之前江晓峰已经对周边地形有过了解 真要自己逃跑没问题 可带着刘露露就麻烦了 但是看着刘露露惊恐的眼神 如果这时候江晓峰把他抛弃了 那他们刚刚建立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 跟我过来 他一把抱起刘露露 江晓峰先把他甩出窗户 接着他跳出窗户 几乎是半拽着女人前行 但身后子弹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子弹在刘露露的脚边炸了 彻底吓得软了腿的刘露露尖叫着 并且终于迈不动腿了 哎呀我去 这时候不能停 所幸江晓峰一把把刘露露背了起来 急速狂奔 本来他是想带着这个女人跑路的 但是当这个动作做出来之后 江晓峰后悔了 因为刘露露等于做了自己身后的肉盾 而果不其然 一声痛苦的哀嚎 让江晓峰心中一颤 快速的冲进了前方的树林 江晓峰赶紧把刘露露放下 女人后背中了一枪 血流不止 伤口未止虽然不致命 可如果不及时治疗 也够呛 这附近应该有医院 撑着 继续撑着 江警官 我姐姐为什么连我都杀 我不理解 别胡思乱想了 这不是你姐姐的人 我相信你姐姐再怎么心狠手辣 也绝对不会连你都杀的 而且她刚刚才打你电话 意味着她还没确定你的方位 所以这个枪手 来自国内 他们的人 没想到 他们果然要杀我 谢末杀驴你早该想到了 不过如今你选择和我合作 我江晓峰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绝对不会让你出事 你现在受伤了 如果带着你 咱们俩都跑不掉 别 别抛下我 我说了 我豁出这条命 也不会不管你 根据刚才的枪声和子弹频率 我初步判断 来人不超过两个 所以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现在你在这待着 千万不要出声 等我把那两个人引走之后 你马上报警 我搞定之后回来找你 当然 万一我挂了 那你一定要等到警察过来 耳边已经有声响了 江晓峰不能多留 他冲着刘露露 双手竖起大拇指鼓励他 转身就跳进了另外的树丛 这么大的动静 让身后的人一并尾随 从身影上果然是两个枪手 追在江晓峰后面 以一敌二绝对需要技巧 同时因为对方有枪 所以一定尽量在近距离解决战斗 江晓峰吸引两人注意之后 第一时间爬上了一棵树 身后两个人 一人拿着手枪 一人端着狙击 这样的搭配确实合理 可江晓峰有自己的思路 趁着追击的两个人 刚刚进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江晓峰果断跳了上去 一把抓住一个人手上的枪 同时用这个人做肉盾 膝盖对着那个人的裤裆 阿邦就是一下子 扣住那个人的虎口一掰 枪在手又是子弹出击 他这么射击啊 当然是盲目的 不可能伤着人 但是子弹打出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就让另外一个人 不敢站着不动了 这也为江晓峰争取了时间 在地上滚了几圈 他又滚到了另外的树丛之中 因为手上有枪 这会儿的他呀 淡定了很多 两个杀手 一个被打了裤裆夺了枪 这会儿元气大伤 另一个端着狙击 绝对不是近距离枪战的首选 所以在狙击手 不把自己手枪拿出来之前 江晓峰反而占据点优势 唯一担心的是 那个狙击手 近距离狙击的水准如何呢 如果很高 那江晓峰一旦轻易冒头 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多年的实战 告诉江晓峰 这会儿犹豫是最要命的 因为只要一丁点的失误 小命就没了 在草丛里也不能怠慢 他迅速的转移方位 让对方不能轻易判断 自己的方向 趁着夜色 再加上这里复杂的环境 江晓峰不一会儿 就已经消失在两人眼前了 当然 因为考虑到其中一个人 手拿狙击 实际上江晓峰保持在一个 非常合理的范围内 让近身较量成为可能 果然砰的一声 随着一颗子弹 直接挂在了狙击手的手腕上 江晓峰知道 他可以占据上风了 狙击手最重要的 端着狙击枪的平衡 一旦失去 就给了江晓峰 窜出来的机会 犹如天神下凡 他忽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对着狙击手的肩膀 又是一枪 随即又给了另外一个人的裤裆 一下子 那可怜的家伙呀 还没弄清什么状况呢 裤裆已经被江晓峰踹两脚了 所谓雄风不在 说的就这种情况了 接下来 完全是江晓峰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 狙击手被他搞定之后 趁着对方啊 失去反抗 他第一时间把他弄晕 接着一把抓起另一个人的衣领 将他强行摁在一棵树上 用枪顶着那个人的脑袋 江晓峰凶神恶煞的说 就凭你们也想要我的命啊 比这危险十倍的环境 我都遇见过 这话虽然夸张了点 但确实是江晓峰的经历 他这也不算纯粹的吹牛 用枪打了打那个人的脸 江晓峰再次质问 是涂飞扬派你们来的吧 那个人起先不开口 但是裤裆啊 再次遭受重创 身处国外 而且别人又是要置自己于死地 江晓峰怎么可能跟他好好说话呢 这几下子 把那个人打的声音都变细了 终于点了点头 涂老板哪 让我们干掉刘露露 因为你和刘露露单独接触 涂老板觉得会有事情泄露 果然被我算到了 在来美国之前 江晓峰和邹正一久说过 在美国弄出的动静越大 那些人就会把注意力都放到江晓峰身上 就更加有利于宣北市私下的暗线调查 如今江晓峰果然把幕后的一些人引了出来 江峰 涂飞扬 刘庆毅 已经彻底走上台面 而这些人的关系网络 还牵扯到哪些人 随着江晓峰从刘露露那拿到的那份名单 也渐渐的可以挖出真相了 拳打脚踢一阵折磨 江晓峰搞定两个倒霉的杀手之后 迅速返回找到刘露露 刚才的一幕让刘露露心有余悸 当他得知真的是涂飞扬派来的人后 顿时心如死灰 一下子苦笑了出来 这种苦笑是种解脱 算是对过去二十几年的一种告别 他和涂飞扬的关系早已经断了 维系的仅仅是种金钱来往 仅存的念想也在那一刻彻底烟消云散 老张说的没错 他刘露露早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如果还在当初的回忆中不能出来 最后迟早害了自己 江警官你说那些人会不会都抓起来 当然了邪不压正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我来美国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如今随着你的供词出现 我们会尽快收网 当然 当然 如果姐姐也能站出来 怕是更好吧 我姐姐是什么人 我无比清楚 更何况她还有孩子 她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背负压力 当然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呢 我姐姐和国内的一些交往记录 都在她的电脑和书房 又或者藏在家中的某个地方 我想 我是最合适帮你们去查的人 当然 因为我今晚和你跑了 姐姐未必会对我绝对放心 所以我得主动一点 江警官 如果你对我放心 接下来我的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过问 刚刚抓住刘露露这一条线 如果一下子彻底放开对她的控制 后果是什么 以前在办案中 也遇到过 因为对线人的过分信任 造成线人玩起了无间道 最后不仅在黑方获得极大利益 还给警方带来巨大麻烦的实力 如今刘露露也提出这样的意见 江啸风确实得思考一下 所谓不要过问 就是完全不过问 甚至于连监控都不存在 否则 不仅仅就是对刘露露的不信任 而且也会引来其他麻烦 这样的风险 有多大呢 江啸风啊 还想再坚持一下 图飞扬已经决定要除掉你 我对你的暗中保护 其实也非常重要啊 但刘露露坚定的摇了摇头 你别忘了老张的过往 他会拼了命的保护我 所以你不用担心 好的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我会彻底离开你和你姐姐的视线范围 这三天你到底想去做什么 你自己决定 但是你都得为你做的事情 承担后果 我现在很清楚 谢谢关心 刘露露坚定的口吻和眼神 让江啸风对他多了一丝信任 三天之后 刘露露到底会给江啸风 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绝对的信任 会带来绝对的收获 江啸风当然不会对刘露露完全放心 但是现在在美国 而且刘露露是唯一完全的突破口 江啸风不想留有任何信任危机 所以他决定 遵从约定 三天时间 不再盯着刘露露 正好三天时间 他可以完成在美国的学习交流任务 也能有其他事情先去处理 至于刘露露那边啊 就像他自己说的 有老张在 想出意外都不容易 更何况刘盈盈 就这么一个妹妹 必然不会过分的为难刘露露 就让这三天 让他们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吧 之前刘露露透露了一点 安宜君的情况 加上江啸风 让许家琪核实一些事情 江啸风目前呢 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 安宜君 安宜荣 这不仅仅是以子之差 而当江啸风 看见安宜君的照片 甚至于本人之后 他更加确定 安宜君和安宜荣 绝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江啸风怀疑 连所谓的二奶 其实也是假象 因为安宜君给江啸风的感觉 完全就不是一个被安置在海外的情人该做的事情 这个安宜君 虽然每个月都从刘露露那获取国内转账过来的资金 但是安宜君本人却同样有自己的产业 他在当地有一家美容媒体瘦身中心 而且规模不小 除此之外 安宜君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中文学校 用许家琪的话来说 这怎么看 都是一个成功女性 用不着做二奶去美国逼风头吧 江啸风啊 这时候又有疑问 会不会他只是通过某个手段 从而帮助他先来到美国 接着开始他的梦想呢 虽然国内发展日新月异 可是毕竟还有很多人抱着美国梦 这里依旧是梦想的第一天堂 随着对安宜君越来越了解 江啸风对这个人的好奇心也越来越浓厚 他甚至亲自去那家美容媒体瘦身中心 体验了一回 用江啸风自己的话来说 非常好 比他在于斯利那得到的服务还要满意 这种好奇心 让江啸风决定要接见安宜君 进而试探他 和深入调查刘露露一样 江啸风打算找到安宜君的住处 接着对住处进行秘密监控 但是这一次 当江啸风接见安宜君住处时 他又发现自己似乎被人盯上了 这种感觉很不好 总不能每次自己做事 身后都还出来另外一双眼睛吧 真是脑子疼 所以他决定再次把身后那个人引出来 和之前对老张的手法相同 江啸风引诱着那个人跟着自己 找好出手的位置之后 准备趁机偷袭 他的拳头都已经快要贴到那个人的脸上了 一瞬间呢 他全身的力气在看见那张脸之后 都紧绷了起来 几乎是把自己整个人扔到另一边 这么做就差把自己的胳膊弄脱臼了 也得亏江啸风反应及时 这才没有打到那张脸 否则江大队长肯定得后悔一辈子 怎么是你啊 他甩着自己刚刚蹭到墙壁的手 是又惊又喜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老熟人 宣世锐 故意眨着眼睛问他 你刚才要对我干嘛呀 对你干嘛 我差点给你毁容了 嘴上说着 江啸风却依旧兴奋 指了指后面 他意识到什么 你所谓的秘密实习任务 莫非也是来美国呀 算你聪明 邹厅长和马处都预料到你在美国 肯定会鼓掌难鸣 而且因为你的身份太敏感了 很多人都盯着你 一些事情 你根本无法亲自出面 所以他们一早就想好了 对我进行秘密特训之后 马上派我来美国支援你 因为我档案清白 之前也没在警队留下过多的历史 所以我接触嫌疑人 是最合适的选择 对方呢 也无法对我一开始就起疑心 刚才如果你亲自去接触安逸军 后果是什么呀 安逸军怕是早就从国内 知道你的身份和来这的目的了 领导果然永远想的比别人多 这一刻江晓峰确实佩服邹正义 别看这家伙平时没个准话 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给力的 有了宣誓水 江晓峰如虎添翼 更关键的 就像宣誓水刚才说的 如果是江晓峰 此刻只能秘密监控 却不能直接面对安逸军 但是宣誓水不一样啊 他可以有更多的办法 接近这个神秘的女人 这个帮手 江晓峰绝对给满分 因为之前的默契 加上宣誓水来之前 还得到特训 现在的江晓峰更加放心 让这个女人放手去做 一个意外的见面之后 俩人迅速的秘密找到一个地方 坐着聊了聊 其案件目前进展情况 也是两人最为关心的 随着刘露露那份名单出现 宣誓水也相信 案件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 接近安宜军的任务交给我 你啊 替我转移视线 好嘛 合着我现在最大的作用 就是转移视线呢 江晓峰哭笑不得 但这确实是实情 从一开始 利用江晓峰和江峰的关系 秘密调查江峰 再到江晓峰彻底走上台面 成为案件调查最核心的人物 所有人的视线都盯着江晓峰 那么现在利用江晓峰 转移其他人的视线 确实是个稳妥 并且还不错的计划 而且宣誓水身为女人 接近同样身为女人的安宜军 怕是最合适不过了 所以呢 原本江晓峰计划的秘密监控 到了这一步 变成了宣誓水 直接面对面的试探了 说实话 当宣誓水第一眼看见安宜军的时候 他真的被这个女人吸引了 宣誓水觉得 女人应该就得像安宜军那样 美丽 有气质 有学识 还有钱 她有自己的生活和主见 似乎从来不用委曲求全 看着别人的眼色去生活 所以宣誓水用一种迷媚的态度 接近这个女人 并且很快和她建立起了关系 那一刻江晓峰两边等待结果 一方面是刘露露对他姐姐刘盈盈的情报搜集 另一方面呢 则是宣誓水对安宜军的逐步试探 美国这边不紧不慢的进行着 而国内呢 同样没闲着 齐语师从和黄珊珊建立关系之后 他这边的进展的确迅速 而他很快确认黄珊珊和江丹确实出现了矛盾 今天呢 黄珊珊主动来到齐语师的酒吧 俩人刚坐下没多久 江丹也赶了过来 看他的模样像是不开心 江丹让黄珊珊出来说话 但是黄珊珊呢 并没同意 眼看俩人有些尴尬 齐语师赶紧主动说 那我先去后面帮忙了 小七 你不用走 你就坐在这 没事的 嗨 我马上就过来啊 这个风向 齐语师还是看得清的 赶紧先撤退了 而且 这是在他地盘上 他得掌握更多主动 更关键的是 这丫头的确机灵 他竟然把手机留在了座位上 并且已经打开了录音功能 当然 齐语师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的手机 其实已经被江晓峰安装了窃听设备 只要把手机扔在那就可以得知两人的对话内容 来到后面之后 气语师立刻把监控上的摄像头调整了一下 因为他想知道这俩人的对话是否激烈 江丹自然不敢跟黄珊珊直接发火 所以他压着声音用极度克制的表情说 你到底想要是否激烈 你到底想干什么 珊珊 别闹了 你这样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 有没有好处 我自己心里清楚 倒是你 还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吧 这有什么安危的 江丹刚一大声 这才发现地点不对 赶紧又压低声音 我们的计划非常好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上下途径 我们完全可以搞出我们自己的一片天 那个计划你也清楚 只要事成了 将来我们坐享其成 别做梦了 江丹 你很清楚 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被盯上了 而且 现在我们的对手 不仅仅是警察 还是外面的那些大佬 你以为真这么弄下去 刘轻易 土飞扬那些人会放过你们 我这辈子 只要不是太倒霉 不愁吃不愁喝 我知足了 你想要博命 自己去吧 这句话说的的确够狠 让江丹咬牙切齿 谁都可以蠢 但是很少人会蠢的无可救药 而且黄珊珊的确有退路 毕竟 他还可以靠着自己的父母 但是江丹呢 此举的确是薄命 一旦黄珊珊退出他们的计划 那后期很多事情必然难办 见他态度坚决 江丹只好换个角度说 好 既然如此 我也不为难你 你不想涉入太深 这也是你的考虑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你很清楚 此事对我的重要性 所以那笔钱 那些钱你放心 我这人绝对不是绝情绝义的 我说过会帮你们搞定 自然会帮你们解决 你和钟与熙后期所需要的过桥 以及借贷资金 我都会尽我一切努力帮你们搞定 但是这些利息和手续费 我一分钱都不能少 并且不可以滞后延迟 江丹一听 心里边一紧 不是之前说好了 这些钱可以等我们出货之后 才付给你吗 我等不及 我急着用钱 我答应继续帮你们弄钱 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如果你们还延迟付我的钱 我自然会有别的想法 大不了你们另找他人 好 就按你说的做 江丹很清楚 黄珊珊这条线可不能断了 她好不容易才打通黄珊珊 还有黄珊珊背后的那些关系网 如果现在重新找金主 支撑他们后期的生意 那绝对又得耗费不少时间 所以她不可能现在得罪黄珊珊 可是听着黄珊珊目前的语气 她就明白 黄珊珊是打算彻底退出了 只是有一点需要提醒你 有些话可以说 有些话不能说 江丹用眼睛 示意了一下后方 面色从先前的克制 变成了冷峻 你很清楚 如果有些事情说了出去 我当然舍不得动你 可是有人 放心吧 我没那么傻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你不也一样吗 我现在只是想退出 但是我也不会挡着别人的财路 所以怎么做 我心里清楚 这就好 我也不想到时候大家尴尬 还有 这地方你少来点 那个旗语师 你也少接触点 怎么了 当初不是你们商量 想要让她帮你们转移方向吗 现在又变成少接触了 所以啊 我也得提醒你 也请你转告其他人 你们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实际上比你们聪明的人多得是 趁现在还没有彻底深入 出来啊 也还来得及 宝汉子不知恶汉子机 你这种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富家女 永远不懂穷人有时候的想法 你可以失去机会 大不了依旧过着现在的日子 不愁吃不愁喝 只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希望罢了 但我们不同 很多时候 只要失去了一次机会 一辈子也许都不可能翻身了 穷怕了 给人当孙子当惯了 谁不想自己有钱 谁不想自己做爷啊 江丹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别一时糊涂 让大家都为难 依旧是轻蔑的眼神 依旧是不屑的回答 黄珊珊看都不看江丹 让这个男人从自己面前消失 江丹说的没错 这种女人的确永远不知道 穷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自小养成的习惯 让她的眼中只能看见自己 同时我行我素 做事完全是想到一出算一出 她答应和江丹他们一起冒险 是出于真心 但是当劲头过了 她就得考虑自己的安危问题 所以抛弃队友想着退路 进而干脆不顾其他人死活了 这种人自然不是合作的最佳对象 但是正因为黄珊珊特殊的心理和处事风格 却给了七语时机会 让她终于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情报了 在她把这些信息和监控视频 发给江晓峰之后 许佳琪也将声音监控处理的结果 同样给了江晓峰 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出现了 同时之前在宣北市 负责调查城市边缘人物 以期获取地下置换剂毒品交易网络信息的 胡森和谢磊也有消息传来 江队 根据我们调查 我们发现至少在宣北这块 不仅仅是置换剂网络 乃至之前的地下毒品交易网络 都是一些大佬在操控 而这些大佬呢 应该是遵循着一种江湖规矩 所以大家都是各司其职 在一个渠道网络中相安无事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貌似有新兴势力介入这个网络 所以导致交易中 存在一些和之前的规矩 不同的事情出现 从我们这边来看 这个新兴势力 应该掌握了一定资源 但是他们还不成气候 江孝峰听完谢磊的汇报 在看着许佳琪和七语师 传过来的信息 他已经在模拟各种可能 而到了这一步 他还得等一个人的消息 只要这个人的消息来了 满足了他的假设 那么宣北市那边的情况 大致就可以彻底弄清楚了 这是在美国 想要监控江孝峰太困难了 所以他反而方便和国内一些线人的接头 他拨通了国内的号码 江孝峰期待着那个声音的出现 电话里传来一阵慵懒如猫的声音 傅军营的性感是透到骨子里的 让人非常有感觉 方便吗 他的声音一出现 傅军营马上就听出来了 你这什么鬼号码啊 有事吗 找你何时一件事情 你介入的网络这块 是不是有新猫在捉老鼠呢 但是这只猫视力还未成形 只是也没人动它 对吗 这些驴头不对马嘴的东西 傅军营还是能听懂的 他呀 故意学着小野猫的叫声说 喵 弄得我也想抓老鼠了 你这只大老鼠在哪呢 要不要我去抓你啊 喵 奇案奇凶 本集内容就为您播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